今天,我們所有的學者,基本上是不太敢去面對所謂啟蒙的理性論述,到底是對的,或者是錯的,或者有沒有問題的這個問題。 所謂理性的批判,或是理性的批判,或是理性的批判,而梁樹明卻是第一個,能夠深入地反過來批判所謂理性這個詞,本身就是他的缺點。 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現代中國學人都匍匐在某幾個西方的命題底下,這些命題最重要的無非是在知識上來講,最重要的就是理性。 然後在人生或者倫理上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然後進一步,到了政治社會上就是民主跟法治。 第二,第三點,能夠批評的人比較多一點,但是那個主要的緣故是在於對於西方現代的,尤其是資本主義式的生活的一個批判,倒並不是對於啟蒙的理性的批判。 第一點的話,幾乎沒有,就是梁樹明一個,包括張鈞麥也沒有,包括張鈞麥也沒有。 因為張鈞麥本身,其實他還是繼承了德意志的那個理性論的,唯心論的傳統。 他講的那個新浪漫主義本身是一種,就是康德式的理性論術。 所以梁樹明這一點是非常原創性而特別的。 而諸位一般對這個東西不會敏感,是因為,第一,大家對西方思想史不少。 你們不知道西方思想史怎麼回事? 他最核心的東西是什麼? 這是他最核心的東西。 就是理性觀點,是他最核心的東西。 純有觀點。 純有論跟理性論是西方思想史兩天年來最根本最核心的東西。 而梁樹明當然是透過了他的王學跟佛家、佛學,還有他的中醫。 居然批評了這一點,那這就找到了中西方的一個最根本的不同了。 到今天來講,認識這個事情還是來來無幾。 譬如說,汪輝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他只要買毒還租,他只注意到梁樹明, 他的對於西方現代的批判也其實受到了西方的影響。 他雖然說是要提倡傳統,但他的傳統是在一個現代的架構裡。 我們認識到的傳統。 這個事情都是表面上看起來深刻,實質上是很表面的東西。 然後呢? 梁頌明 根本性的差異 中國的現代文明系統 是建立在《理性論》和《存有論》上頭的,為基礎 中國一直到今天 包括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走的是非啟蒙的道路 乃至於中國今天的系統 為什麼在整個西方看起來 他們認為中國是不文明的 是不講道理的 不按照國際規矩辦事的 如何如何如何 恰恰都還是從啟蒙觀點出發 中國人自己也搞不清楚這一點 硬講一堆 這個或那個的 你也當初這個 又殖民、又破壞人、又黑奴 這些雞雞姑姑 拿他的論點跟他亂打 拿他的一些 實惠錯字的論點 跟他亂打一通 絲毫得不起別人的尊重 跟認同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換言之 中國人到今天搞不清楚自己的 原來的世界觀 跟那一套論述是怎麼回事 而梁淑明是搞得清楚的 而悲哀的是 到現在大家還是搞不清楚 梁淑明所談到的 西方的意欲向前 西方意欲向前的觀點 乍看來看 是太為簡化的 一種文明的論述 但是 他從這裡頭 進一步地提到了 西方人從希臘開始 就認識到一個實體 總想去找一個東西背後的實體 總想去找一個東西背後的實體 然後他說 因為總把這一個 事情 因為意欲向前 看到有一個對象物 跟自己是對立的 就把他當作 有這麼一個東西 在那裡看 然後想要把握他 這樣就構成了 要去掌握自然 然後科學理性 這些種種的基礎 這些話 乍看是很粗略的 事實上 是有他自己很深的學養的基礎 在於 就是 因為 佛家不這樣 儒家確實也不這樣 儒家 比家是 天人 物我 內外 心物合一 那這個背後緣故 如果跟 一再跟諸位講 是因為 中國傳統的 所有的政教文明的核心 是一種 泛家族主義 在這情況底下 一切的物我 人我 比較不分 乃至於 背後就變成一種 萬物一體 天人合一 這種思維 所以確實不會去說 一定要把對方的什麼 搞得一清二楚 我要把一個對象物搞得一清二楚 梁淑明 梁淑明 當然無法證明這一點 我們也都無法證明這一點 然而 西方人 西方的學者 自己有類似的講法 其實也不少 那 這種背後一個核心的 當然是一個 WILL TO POWER 諸如此類 人對於外在的異象性 是會影響到什麼樣的傾向 根本上會影響到人對世界的認識 這個異於觀 乍看 是好像是很 一般的 甚至於很簡化 膚泛的 你深深想起來 他確實是一個 偉大的責任 梁淑明 他講得 不一定一定是對 但是確實是有所見 他説 中國文明比較異於持終 這話也有相當的道理 是 犯家族主義 凡事 總是在心物之中 天人之中 物我之中 這麼一個 講得好聽 是 包羅四面八方 東西南北中 的一個做法 講得難聽 就是不清不楚 什麼事情都 都混闊的一個態度 所以 在上世紀之交的這一些 中國人 他看到西方 文化剛進來 他有他的敏感度 他深深地覺得你我不同 他這個不同 他可能用一些 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講 那這些都有他的道理 尤其是這一些 特別重要的學者 那你說印度向內 這也確實有他的道理 當然你說 是否都能那麼簡化 未必能夠 但是 確實有他的一個 大方向的一個 很有啟發的意思 我們先 他講的都滿有道理 看起來好像是 這個 血氧都不足 可是 比起後來那些 表面上血氧比較足 但是抓不到根本的東西 更能見其根本 何以故 因為就是兩大文明初次接觸 這個差異太明顯 他們是從傳統中國生長出來的 他們是從傳統中國生長出來的 他覺得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我們再往下看 比較是科學化 中國比較藝術化的 這話有相當的道理 在古希臘來講 科學跟哲學是一件事情 都是指的精確知識 那以中國他自己所學的歷史 中醫 中醫基本上 我就常跟大家講 中醫是個藝術 他不是那麼科學的東西 所以你們看中醫 不是每個中醫都能夠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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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懂得他就像拉琴 要這個琴要拉得好聽的才能看 不是說拿到文憑 文憑沒有什麼用 文憑沒有什麼用 明白意思嗎 他是個藝術 中國學術確實是個藝術 多年來 第一個能夠把這些東西講出來 就是他 講出說 這一個 譬如說這裡所說的 中國人講學說理 必定要講到神無其神 鬼命不可以理論 才算是能事 若與西方比看 故事論理 就是logic的缺乏 而實在不只是論理的缺乏 而是非論理的缺乏 而是非論理的缺乏 是非論理的錯 Sept 卻之又學眾庙之門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同位之玄,玄之惟又玄中庙之門 因此,中國是講得很對的 藥小孩根本差異 一個是東拉西扯的聯想筆附與論理乖為 藥小孩所說話的名詞Term 本來同西方的權有兩個樣子 西醫說血液就是循環的血罷了 氣就是呼吸的氣罷了 痰就是氣管裡分成痰罷了 老老實實的一樣東西 中醫說的血不是血,氣不是氣 痰不是痰,心肝皮肺都不是循環氣的心 呼吸氣的肺,別有所指 指的不是具體的東西,某種意義的現象 不能夠解說的,疾病在痰,非真的痰,一種意義 不是肝有病,不是肝病的,別有一種現象為肝病 這是內行的話 真正懂中國思想能講的話 明白吧?中國思想就是這樣 這就是所謂的非啟蒙 這就是乃至於反啟蒙的根源 中國的思想根源 道可道非常道,民可民非常明 夫子之焉,信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焉 天河延哉,似時行焉,百物生焉 這是體會到一個深至廣,至為高妙的東西,一以貫之 所以痰不光是痰,肺也不是肺 跟肺有關,跟痰有關 但是那個相連的一個 相連的一個性感,帶有某一種特別的意義 你懂得的人知道,拍案叫絕,原來這個病是痰 譬如說,很多女生的乳腺癌,乳腺炎 是因為痰,疾病的緣故 因為痰疾病 譬如說,很多女生的乳腺癌,乳腺炎 這跟痰有關,不是 痰是表示身體裡一種容易凝聚的東西 凝聚的化不掉了,就激在那個地方 激久了,尤其在乳房這個地方 為什麼乳房特別容易女生十個裡面 好幾個都有生乳癌的問題 那個地方的那個東西,激在那裡化不掉了,懂吧 諸如此類,它是感覺到那個事兒 那你說這是科學還是玄學?玄學 這是他所謂的玄學意思 這個叫做非奇夢 他是第一個能夠把這個 有中國式的思想特色講清楚 而這個講法當然是受到西方的影響才能這麼講 所以汪輝講那個東西是沒有錯啦 是這些傳統的思想是因為跟了西方一對比之後 它的差別更才那麼明顯 那當然你說這樣差別 因為這樣對比出來的傳統是不是真傳統 我們可以再討論 是不是因此這樣傳統就簡化了 或者就是把它戴帽子化了 我們常說 因為透過他者之後認識的自我 有的時候會太強調他的差異性了 簡單說,對不對 有這個現象是有之 但是尤其是高手出招的時候 他的這個兩者的差別是啪一下講出來 是真是精彩 那梁順平就是高手 他底下說的 科學所講的多而且固定的現象 科學自以為是講現象變化其實不然 科學只講固定不講變化 學學所講的一而變化變化而一的本體 這就是這個道家跟中醫所講的那個事情 懂吧 那所以他已經很清楚講了 科學背後是多而固定的現象 那個固定就連結到我講的存有觀 那他後來講就是一個實體的問題 從希臘以來的西方的思想 就是總要把對象物去看他那個不變的那個實體 他不懂得我們 他當然不會用我們後來翻譯的那個所謂 ontology on的這個存有的概念 他是用實體的概念 他的原文 那個不變的那個東西 所以啊 中國所用的所有 止而無定時的觀念是玄學的態度 西方所用的觀念要明白而確定是科學的方法 也是他前面所講的邏輯的方法 我跟你講這個講對了中西思想的本質的 他是第一個人 一個到今天能夠講明白這個事情也沒幾個 他用的語言的方式 在我們現在來講是非學術性的 不邏輯性的 他這就是蠻不邏輯 蠻非學性 蠻不logical的 蠻不邏輯 但是背後有他的清楚的理路 然後呢 把那個根本的問題一點就破 這是大思想家了 然後他講到等一下 羅素啊 柏格森這些總統講的都是對的 也就是說 西方近現代 到了羅素 柏格森這些人才開始 這個脫離了西方的這個傳統 那麼認識到說 原來世界也是在那裡變化的 如何如何 他這個敏感都是有道理的 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讀讀我的那個 英文版的梁樹敏 我寫了整整三章 大寫特寫 張俊麥我只寫一章 為什麼呢 張俊麥不過就是繼承了 拿了 羅德夫奧肯的那一套 《New Romanticism》 運用到 他所學的聰明理學裡面 來講的一套 基本上就是 德國的那個東西了 沒什麼創造性 那他不一樣 梁樹敏這個是 中西匯發之後 他真正認識到 雙方的一些根本的差異 那這種見解不得了 聽得了嗎 這是真正原創性的思想家 胡適之啦 這個 乃至於李大釗、陳獨秀啦 這些 你如果講原創性 都沒有什麼原創性啦 就是把別人的思想拿來講講 當然李大釗、陳獨秀 有另外一個重點在於 他能夠講一套東西 還能夠運用到中國的現實上 運用得比較成功 就是共產主義嘛 那你要講思想、原創性 也都談不上 那其他的人就更談不上了 就這些近現代的 講各種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的、什麼什麼西方主義的 都是拿來主義嘛 然後拿來的又拿個二三流的樣子 坦白說就是這樣 那梁樹敏不一樣 梁樹敏是真正的 自己去講出這套東西來 所以你別看他這些話 講起來 他只是一番演講 但是有真正的 他幾十年的學歷在這個裡頭 他是真正的 既從小受了西方教育 又後來很努力地學佛學跟中醫 又是陽明學 所以有這樣的見解 講完了科學、講民主 他的講法都與眾不同 直指、核心 這就厲害了 中國近現代面對的兩個最大的問題 恰恰是陳獨秀所說的 一個是德先生、一個是塞先生 那根據我們的新文化運動世界的統計 塞先生比德先生大五倍 意思就是說 講科學的頻率比民主多五倍 所以第一個是要講科學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科學的背後的核心 就是理性主義跟邏輯 第二個是民主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 他都有一種非常深刻而 這一個仔細分縮的 就是直指核心、情賊情亡的意見 他說中國的傳統 其實一切就是 維持中國社會安寧的就是 尊卑、大小、四字 所以 絕對不是講平等的 所以 這是中西兩個根本的差別 梁淑明在這裡指出來 就是 現代性 有兩個核心 一個是個性發達 一個是社會性發達 這兩個東西是併起的 是應該從事必要的 粗的講 好像是把破壞時期當作個性伸展 把建設時期說作社會性發達 其實是不然的 中國紀念代經過這個歷程 中國紀念代經過這個歷程的 在新文化運動的前期是 要個性伸展 以胡適之的益補生主義為代表 然後很快的 就 這個要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兩個東西的時間相差 只是大概在兩三年 一兩年之間 也就是說 我們從民國實境來看的話 就是 胡適提出益補生主義 大宏大概也就是民國六年左右 然後幾乎同時間來講 這個 李大釗、陳篤秀也就在提倡社會主義了 然後後來到社會主義的風潮掩蓋的時候 大概就是民國八年之後 就是 我們算是1919之後 所以實在沒差多少 是確實是先有個個性展開 然後是社會性發達 因為這個東西是同步需求 第一步 你是先講社會感 個人生還沒有錯 你把原來的東西打破之後 你立刻需要一個 那我們整體怎麼組織的問題 那他所對抗的是 傳統的上下尊卑 也就是君臣父子這一套 OK 中國傳統是五輪的 君臣父子 那也就是說 從君臣父子的這條路 只要轉向 到了這一個 個性發達 社會性也發達的這個道路 這個其實是中國近現代 最重要的轉化 我覺得梁順平講的是一針見血 很多人也看不懂這一點 主要知道這個在近現代西方 也有類似的情況 用不同的名詞發表 就是發展就是說 所謂近現代西方有三大主義 一個叫做Liberalism 一個叫做Socialism 一個叫做Conservatism 三大思維 那麼這個 第一波是Liberalism 自由先出來 有了自由的解放思維 然後就激發了Conservatism 就是這個 Edmund Burke的 博克的這一種 就是說你不能就是 都搞這種Social Engineering 人都不看重傳統的這些 不管是權威還是組織還是神聖 還是歷史還是社會國家的 既有的狀況 這些種種 然後再下面就是Socialism 社會主義 那這三大思潮 事實上是從啟蒙以後的西方的三個主軸的思維 OK 那麼在中國近現代呢 也有類似的狀態 也就是說 當中國接觸到了現代西方之後 第一波激發的是一種自由解放的思維 包括像清末的無政府主義 這種解放的革命的思潮 這是第一波的 到新華運動的前期 都是以解放自由為平等 為主軸的 然後激起了這一個 所謂現代的保守主義 像梁肅民他們 那他們就是說 光是你這樣講也是有問題的 可是梁肅民的保守主義 跟西方保守主義不一樣 因為西方的保守主義 像埃德曼·布克 他是英國的 他是有傳統可以去支撐的 因為英國恰恰是最早現代化的國家 英國比法國先現代化 這個福爾泰到了英國之後 覺得自己國家處處落後 回過頭來講起蒙思想 所以法國當時是比較落後的姿態 然後崩一下 搞了一個大革命 好像跑到前面去了 事實上是衝太快 結果後來又調回地質去了 所以法國衝太快 英國其實穩步向前 所以 Edmund Burke講的保守主義 要尊重英國的傳統 英國的社會 英國的信仰 這些種種 那麼說 一切種種並不是人簡單 用腦子設計出來的 這種social engineering 像啟蒙時代 畫社會理想藍圖的 這一種思維 那會得到支持 那也歐洲的舊傳統的力量 並沒有被顛覆 到中國不一樣 中國當時是全面的反傳統 大家都反傳統 所以梁樹民的 conservatism 就沒有辦法 像Edmund Burke的那樣的方式 進行 而必須是一種 尋根溯源式的 是說 原來我們自己的文明的根本 跟西方不同 Edmund Burke是說 我們現有的這些宏偉的建構物 打個比喻吧 不管是各種的大教堂 還是國家 還是國會的建築 還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這些東西有它的價值 你不能輕易地 就拿一套你的想法去把它顛覆了 那梁樹民是已經處在革命後的時代了 而且是這一個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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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的 地質再失敗 讓張英復辟又失敗 之後 這個傳統幾乎到了人人喊打的狀態的時候 他沒有上層建築 不要說上層 他沒有建築物可以依憾 他只能講說我們的地基不一樣 所以西方的地基 是這一種 一種 科學的 抑鬱向前的 這個 這個 邏輯的 理智的 這種 個性伸展的 社會性發達的 這些種種 OK 那我們 不是這樣 所以他講的一般人會覺得很懸 因為他在講根本的差異 所以你會注意到 中國近現代的這些 保守派 都會有一種 照梁淑明的話語來講 叫做玄學化的傾向 最後都留在哲學系了 包括後來的唐摩也是一樣 都在談一些根本的差異 因為 實際的社會建築上來講 一時拿不出一套辦法來 具體的方法 所以都只能談 雙方文化的根本差異 他覺得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接上西方的那一套 整個的房子 西方的建築拿過來 因為地基不合 這房子遲早要倒 他們說的沒有錯 傳統派的判斷是對的 西方的建築拿到中國來 遲早都要倒 橘子種過來之後都變為紙 都不是西方那樣 你們畫的西方藍圖再美也沒用 因為地基不對 土壤不對 簡單說 所以 他反省的科學民主 只指其他根本的差異 那這一種個性的伸張 當然抑鬱向前的容易伸張 抑鬱始終的怎麼伸張 中國人到今天 坦白說 這個權力的觀念 我人的 我的觀念 這個 自由的概念都很薄弱 為什麼呢 他沒有那麼強地要追求 自我的權利 自我的伸張 這只有一些知識分子 或者特別 這個 坦白說 資源豐富的人 才會做這些事 所以很容易地會被打成 資產階級意識 原因不在這個地方 一般老百姓確實不這樣 現代是個性發達 社會性也發達 各種社會組織發達 中國兩個都不發達 所有的社會組織幾乎全部被消滅 只剩下一個黨國 個人也不發達 他還是那個整體性的東西 還是這樣 那台灣也一樣 台灣的社會組織不發達 除了他到太陽花運動之後 開始搞Civil Society 開始各種community 開始有了 華人社會的社會組織 一向不發達 個性也不發達 所以這個梁頌明是非常具有見解的 他拿抑鬱向前來解釋 西方三大特異色彩 一個是征服自然 一個是科學方法 一個是德摩克拉西 一個是德摩克拉西 他說 征服自然 當然抑鬱向前 改造環境 科學是要變更現狀 打碎分析來觀察 對於面前克服對象的東西為態度 塑膠 對象物的本質 是塑膠跟電子零件 What it is 邏輯 是塑膠跟電子零件 這個東西怎麼回事 它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它是什麼 咬一口 吃一吃甜一甜 跟它活弄一弄 所以毛澤東是中國人 他的實踐論就這麼來的 毛澤東就不相信行事邏輯 那一套東西 他反對 這東西怎麼回事 我要跟他處一處 看一看 聞一聞 這是透我的感覺 來的 不是去客觀問它是什麼 問它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理性化 把它理性化、存有化的行為 這就是啟蒙的本質 那這是抑鬱向前 德摩克拉西 他說 不是對於種種 威權、勢力、反抗、奮鬥 爭持出來的嗎 不是由人們對於 人們持向前要求的態度嗎 那因為這樣 個性就會伸張 社會性就會發達 民主就這麼來的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到今天沒有民主呢 因為中國人到今天沒有民主呢 因為中國人到今天 個性也不伸張 社會性也不伸張 為啥他們中國的抑鬱向前不那麼強 我告訴你 中國人確實還是持因保態 日子能過 大家吃飽了 日子能過了 大家就覺得滿意了 不跟你要求這麼多東西的 所以中國大陸要革命 不這麼容易的事 他往往都有其他的緣故 中國文化是以抑鬱之為一條 和持眾為其根本精神的 不相當 Justin 揭穆 你不會出賢 這個問題 如果你從這話來看 就比較能夠看懂很多中國的事情 他前面也講到了 就是 中國人以前的組織方式 基本上是家國一體的 這個上面的人就像家長一樣 以前這一套東西是上下尊悲的 《道數為天下烈》,講得紛紮不已,也不知道根本是什麽了 《文藝復興》之後,對於自我的認識,我的覺醒,我的概念 把我跟這些東西對立起來 你們如果讀《Heidegger》就會發現《Heidegger》講過類似的話 也就是說,把這個主體跟客體的對立 《Heidegger》特別分析笛卡爾,認為笛卡爾的這種《我是故我在》 是把我跟我的主體性建立,跟客體的世界做一種對立的切割 他認為這是現代性的起源,講得跟梁素明非常類似 梁素明當然沒有讀過《Heidegger》 但是他的這個敏感度是非常驚人的 其實梁素明的很多的講法跟《Heidegger》很類似 而他完全沒有讀過,還不知道《Heidegger》這個人吧 但《Heidegger》大概是西方近代最有智慧的 最深刻的一個大德思想家 所以梁素明能夠講出類似《Heidegger》對於整個西方文明的這種種的認識 可見他的智慧 中國也講得很有間諦 那也是滿直指根本的 但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他對於西方的這些種種的見解跟批判 雖然從一些有限的這些大多數是翻譯的這些來源 他居然能夠看到這個地方 重點在於說他自己本身的修為跟智慧很深 他自己本身對於宇宙人人的道理很明白很深刻 所以看別人才會清楚 這是我們特別看重梁素明的 確實如中國古人講的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我認為梁素明是個真人 不是一般的學者或一般的思想家 只是滿有一些訓練的而已 只是滿有一些訓練的而已 他是有深刻的一種對於宇宙人生的深刻的體會 所以我為什麼特別這麼看重梁素明是有緣故的 這個關於王輝所說的 或者也不少人指出來 中國近代關於宏大敘事的追求 是不是造成中國近現代的很多問題 甚至於所謂現代化的進程不順利 甚至於所謂現代化的進程不順利 這個重要原因 其實這個事情 兩方面了吧 第一 如果沒有宏大敘事的話 你根本難以凝聚人心 做一種建國跟立國的努力 做一種建國跟立國的努力 中國近現代有一個所謂主義的時代 那不是一開始就冒出來的 那不是一開始就冒出來的 一開始其實是 這是百家真名式的 各式各樣的說法 但是尤其大概一九二零年代之後 就開始覺得說 如果我們要找出一條道路的話 你不能不有一種主義 那主義當然是一種宏大的敘事 那主義當然是一種宏大的敘事 那最宏大的人莫過於馬克思主義 它是最宏大的敘事 所謂最宏大的敘事 就是所謂最宏大的意思 它不光是一套政治社會理論 它有完整的 這個本體論 形上、認識、倫理 關於所有方面的這個論述 那中國近現代 會投向這種巨大的 尤其是像超級巨大的 宏大論述的緣故 是在於 第一,我認為是建國立國 以及鄰居一群人去從事革命 或者從事某一種政治社會 需要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是因為中國傳統本身 原來有一個宏大敘事 這宏大敘事 是以六經為中心 經過了先秦諸子的努力 然後到了兩漢以下的經學 還有整個儒學所形成的 關於宇宙人生政治社會 到了後來叫做革治城鎮 修其自品 無所不包的一種宏大敘事 這套敘事 在清末的時候 大體被洋氣 洋氣之後 一定要找出另外一個東西替代 否則他無法活 人生有太多可能的活法 你要怎麼活呢 第三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對於中國 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 一個國家而言 如果沒有一套 宏大敘事的話 他根本沒有辦法 大家凝聚在一起 第一點是相呼應的 第一點是凝聚一群 要有戰鬥奮進力量的人 第三點 是要靠這個東西 把這一個土地上 廣土眾民的人 希望能夠做一個整合 融成一個國家 所以因此在中國 要建立一個 不要說現代國家 只要他重新建國立國的時候 他背後需要一套重大敘事 你不要認為古人沒有 古人把天下背後有一套 孟子說 天下屋定定於一 就是戰國諸子 都決定 都覺得中國要 走向比較統一的道路 傾向於 有這麼一個 所謂道一封統一制的路子 也為了秦漢的統一鋪墊 也為了秦漢的統一鋪墊 那之後 歷代的打天下 背後都有一套 認為中國的應該如何如何 所謂有天下的觀念 王者的觀念 這一套 軍臣的觀念 在後頭 所以到近現代的 新型態的打天下 所以他也會有 出入中原 他也需要一套 所以從大處來看 他少不了這個東西 只是這個東西 也會造成很大的副作用 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的 或者國家主義的 或者無政府主義的 或任何一種主義的 宏大敘事 都一定會有他的缺點 會有他的偏頗 因此 你弄下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造成了很多的傷害 很多的問題 因此其實我們該做的 近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最該做的事情 是對於宏大敘事本身 不斷地反省 希望能夠 把一個從剛開始 比較粗躁的 但是 也很有力量 因為你太精細的是 不可能有力量的 粗躁的 好像只抓住幾個 主要大問題的東西 慢慢要把它變成 一個越來越 是對於中國的 而不只是從國外借來的 同時 既能夠處理主要問題 又能夠兼顧各式各樣的 多元性的次要問題 這樣是一種敘事 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又要使主要敘事 既具有剛性的力量 又不能太有壓迫性 要給人家存活的空間 OK 那這一點上來講 事實上一路做得不好 你就會發現 譬如說 這個毛澤東的敘事 就太剛性的 不給人家活路 只剩下他一個 那種多元的 而且包含很多次要 次要元素的東西 都不存在了 這就不行了 那鄧的這一個 就沒有敘事了 就一臺散掉了 散掉之後 那就會變成 就是 照胡溫到最後退 應該是十八大 的那個講法吧 還有 當西也跟胡溫說 這樣下去 我們要亡黨亡國了 就是人心患散 這個貪污腐化 整個要散火了 簡單說 這個不行了 那到 習又重新再來一個 剛性敘事 那就太剛性了 因此 如何處理宏大敘事 是一個 需要有一個長期的 歷史智慧的 歷史觀察的一個問題 不是一個簡單的 哲學上 我們是對和錯的問題 說是有是不是不好 沒有就如何 沒有這麼簡單 你要把它放歷史裡看的話 這個問題才會清楚 不像清末的時候 是用生緣思想 那是因為那個時代 最大的特色是重視緣 那是因為那個時代 原這個概念 他重視生但重視緣 這個概念 他重視生但重視緣 到梁樹明的時候 我用生生 而不是用生緣 是在於 他不像清末的時候 那麼重視一種 所謂 不管是從 宇宙人生論上的 那種根源的力量 或者原理 或者說 是從 那一個 民族的 一個 或者國族的 源頭的 像張太炎所說的 那種原生的力量 而梁樹明的 深深思想 而梁樹明的 是直接的 是從 就是王學 尤其是從 這個 這個 泰州學派 這條路下來的 他們是受到 一種 認為 世界的 本質 或者特質 基本性質 是一種 深深不息的 一個世界 而上階 於 為世中 的 阿賴耶斯 橫轉如曝流 的 這樣子的一種 哲理的概念 就認為世界本質的看法 那這種對於世界本質的看法 並不看重所謂圓的概念 而是一種深深不息 變化不已 那這種變化不已 就會特別相對於 啟蒙的理性 因為啟蒙的 rationality的背後 是認為 所謂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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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 所謂圓的 這是人 這是一個 有理性的人 這是一個 以經濟利益為前提的人 經濟人 如何如何 所以 對於世界本質的基本不同 所以 你會注意到 看 我講他們每一個人的時候 我是很精密地 先要把他個別的特質 唸出來 那我有每個貫穿的東西 有的 這也就是說 他們之間貫穿的東西 我稱之為 因為後來是 我原來是寫一本 英文的書 英文的作品 是叫做 《Philosophy of Living》 他們是一種 生命化的思維 簡單說 有貫穿的 那包括 張君邁 也是看重 所以他叫做 《科學與人生觀》 《科學與人生觀》 那那個人生觀裡頭 張君邁 事實上是比較是 他這個比較麻煩 是在於 他也重視 Life or Living 這個概念 但是他所受到的影響 是 《新浪漫主義》 新浪漫主義 新浪漫主義從哪裡來的呢? 德國式的新浪漫主義 是從德國的唯心論來的 從康德、菲希特那條路來的 所以 那裡邊所強調的 所謂的生命的特質 是自由意志 是free will的問題 又跟這個不一樣 一家一家不同,我必須要講出來。作為一個思想史,不是能夠拿一個普範的概念先籠罩在大家頭上的。 你要把每一家,他是怎麼回事,清楚講明白,根據他的原本。 然後再想一個能夠盡可能難過他們的。 他們都重視Live or Living,大體上如此。 而且他們都有非啟蒙或者反啟蒙的傾向。 我認為能說是大體上。 第一步先到這裏。 OK。 一直到今天。 好。 好。 好。